大家好 我是Miss Nelly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經常收到DM 關於這一類型的問題 就是關於校風的事 有時有些家長會問我關於中學 有時有些家長也會問我關於小學 所以想討論一下這個家國的校園的校風 但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 我自己的學校都開了出來說這件事 所以如果我真的要用一段影片來說 那段影片也可以說一年 即是連續一年 所以我未必可以說完所有的事情 但我想我不會只拍一段影片 可能會拍幾段影片 但第二、第三、四集什麼時候出呢 可能不知道 但今天要先拍第一集 在未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同樣 喜歡、留言、分享和訂閱 我知道很多看我的影片都不是訂閱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可以幫忙訂閱 因為訂閱真的非常之重要 而且是令到你不會錯過我之後再拍的影片 因為我自己就不是經常到處都宣傳 所以如果你是訂閱的話 你就會看得到我的影片 第二件事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完整段影片 因為我通常都是用口術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只是非遊看我的PowerPoint 就未必可以知道我所說的 所以至少大家可以看完整段影片 有些人會說 什麼才是校風呢 因為很多家長會跟我說 Mr.Nilly 你覺得這間學校的校風好不好 或者是校風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在加拿大的教育眼中 什麼才是校風呢 首先因為我是安省老師 我現在提到那些文章 都是安省的文章 但其實無論是哪個省 其實他的文章寫的東西 都很相似 我現在都是提到我們安省的教育署 出的一個文章 就叫Promoting a Positive School Climate 那個文章裡面 講校風其實就包括了很多東西 包括我現在將會說的東西 譬如說 那間學校安不安全 那些學生會不會 無論是他們打架那類的 是否安全 或者是他們上樓梯是否安全 這些都是屬於安全類型的 那好吧 然後他會不會受到尊重 然後那些學生會不會受到接納 然後他們好的關係的意思 譬如說師生的關係 或者是學生和學生之間的關係 或者包括學生和家長的關係 都是屬於校風的 然後我們在學校裡 有沒有反映到學生的多樣性 譬如說 現在都是講得很熱烈的 在教育裡講得很熱烈的話題 譬如說 我們教的東西 其實是很Eurocentric 即是很著重於白人的課程 譬如說 譬如說 我自己教科學的 其實大部份的 theory 其實都是由歐洲的白人傳過來的 但其實是否代表 譬如說亞洲人沒有做過什麼theory 是關於那個topic 或者是黑人沒有做過這類的theory 是關於那個topic 其實未必是 所以現在我們都在去一個方向 就是希望可以在我們教的題材裡面 都是反映著學生 因為我們學生不是大部份都是白人 所以怎樣才可以反映他們的 不單止是種族 譬如說男和女生 或者是他們的膚色 或者是他們不同的身份 而怎樣可以反映他們的多樣性 然後還有對話的溝通 這叫對話溝通 代表所有的stakeholder 無論是校長也好 老師也好 學生也好 包括家長也好 大家可以很開放 或者是不會說大家不想和大家說話 或者大家不想和大家溝通 是一個很開放的平台給大家溝通 還有可以極力學習 即是說學生不會說我就是來上課 我就是逼著來上課 我根本就不喜歡上學 希望可以inspire到他們有學習的興趣 而令到他們可以在學習的時候覺得很開心 還有可以有勇氣對欺凌者發聲 這是真的很多很多家長問過我的 就是關於學校欺凌的問題 這個其實我已經可以promise大家 我肯定會再拍一段影片 在講學校欺凌的問題 但是在Promoting a positive school climate 這個document裡面 他亦都刻意寫了一句 就是說希望學生可以有勇氣為自己發聲 即是無論是對欺凌者也好 或者他想爭取什麼都好 學生是有勇氣去發聲的 在這裡我就說對欺凌者 因為那個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可以有很多不同例子 都可以就是要有勇氣去發聲的 在這個影片我不會說完欺凌的問題 但是我會之後再開一個影片再說 因為那個是比較大的題目 即是可以直接說一個影片的題目 好了 今天在這段影片我會用一個什麼形式 我會用一個Q&A的形式 我會說一些不同的家長問過我什麼問題 然後我會回答我的答案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一個問題 一個答案一個問題一個答案 我們先看看第一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就是 其實校封會不會因為學校而不同 即是這個問題 我坦白跟你說 會 講完 其實 因為你在加拿大 有很多人會覺得 你在加拿大都是分格仔 因為你住哪個Postal Code 就是去哪個學校 會不會說校封是不是真的都一熟一樣呢 其實不是 你說你將一些小小小小小 和多人多的學生來比較 學生都不同 那怎麼可能校封是一樣的 但是不會代表著 他們的處理方式 或者是有些校封可能 在我們的眼中 不是說特別好的時候 就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 会影响到很大的问题 又不会那么夸张 但是同一时间 你说会不会不同 当然会不同 人都不同 入面的人都不同 校园的风气是由人建立出来 当然是不同 但是问题是 是否只有学生才会影响校风的人 不是 但是有什么人 比如说有校监 校监我认识是否正确 但就是我们校长的老闆 通常一个校监 他们都会有 大一些教育局 他们会看三四间 三四间高校 十几间小学 其实每一个校监 他对他地区里面 那几间中学 和十几间小学里面 他对那一个地区的方针都不一样 所以变成了 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但是当然他会不会说 我聆听其他人的声音 当然有些校监 是真的有些 可能他们会比较执着一点 有些就会说 我喜欢聆听大家的声音 那都不一样的 其实说真的 我自己的校监 我自己也是见过几次 我听就听过很多次了 但是真人我真的很少见到 第二个就是教育委员 那其实教育委员是在地区选出来的 就是那些人是用选举来选出来 就是代表他们去监察一间学校的 那每一个学校都会有一间 有一个教育委员的 那通常譬如说有些地区的学生 譬如说地区的家长 或者是地区的社区中心职员 或者之类那些 如果他想真是说想争取些什么 然后和学校都是说不了数的 或者是沟通不了的 他们都会和一个教育委员说 而教育委员也会和学校说的 那好了 老师 然后 咦?为什么好像没有写校长 好像不见了 老师、学生 这些当然是包括了 校工 真的忘了写校长 是欠了校长 校长、老师、学生、校工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家长 其实家长都很影响校风 因为家长 我们常常说 我们怎样去教一个学生 其实是一个和家长的partnership 所以变成了 如果学生 可能一天只有六个小时的时间 在学校 可能六至七个小时 但他剩下的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都是在家里的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觉得 老师和家长是一个partnership 变成了 家长能够影响到校风的影响力 是非常之大 因为他可以影响到学生 而学生在学校如何去behave 其实都是和家长是非常之有关系的 所以我现在留了校长 但其实这六个小时的人 再加上校长 都是非常之对校风 是很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你想想 一个地区 这些不同的combination 都可以造成不同的校风 如果你问我 每一家学校 是不是有不同的校风 那当然是有的 一定的,不同人 第二点问题 那校风 是不是反映了校长和老师 如何去处理事情 我记得问我当时的家长 就是说 通常一些 例如有多些打架 或者有多些 有些学生 例如吃烟 或者做一些不适合的事 的学校 就代表校长或者老师 不处理 但是 其实 他们会说 就代表了 那家学校的校长 和那家学校的老师 不懂如何处理 所以 长期来说 就跟那家学校似的 但其实 我很想告诉大家 其实 我不是说 推卸责任的问题 我只不过是 讨论这条问题 其实 是 跟校长和老师 长期来说 有没有关系 跟校长和老师 当然有关系 但跟长期来说 有没有关系 其实是不一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校长 其实每四年 就换一次 四至六年 就换一次 然后老师 其实我们的rotation 都很高 为什么呢 就是 我们的校长和老师 都是教育局聘的 不是学校聘的 所以 其实我们的调职 是非常之正常的 我们有 譬如说 升做科主任的调职 或者是升做副校长的调职 或者升做校长的调职 有时 尤其是新来的老师 他们可能是 因为学生的人数的关系 他们又会有调动 可能被人调到第二家学校 所以其实那个校长 老师 就是 校长和老师的转动都很大 你说 如果是这样转动 那么大 那些学校 就好像有新老师 但不是的 例如我教高校 一些大型的高校 里面有六七十多个老师 你一年 就顶尽转 顶尽十个 所以 你不会说整个学校 跟六七十个一起转 所以 不会说 对那个 学校 是影响很大 但是 你会不会说 就是 代表那个校长做不到 事啊 不懂去处理啊 或者代表那个老师做不到 事啊 不懂去处理啊 这样 又不会 因为是 经常都转的 就是 校长 老师 所以 对一个长期来说 那间学校 可能 校封可能 在社区 那个名气 不是那么好 当然 跟校长 是有关系的 当然是跟老师 是有关系的 但是代表这个长期的问题 是跟校长 和老师 是有关系的 这个 我不敢说 他们有一个 direct的relationship 我不敢说 是一个direct的relationship 我是不会推卸责任的 但是我不敢说 是不是一定是direct relationship 好了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 因为校封而选学校呢 你就会说 那间学校 我听起来听 那间学校 隔壁那个不知什么 师奶说 那间学校下风不好 我不选了 之类那些 但是你要记住 我曾经都拍过很多片 我现在都差不多 第四十几条片 差不多 但是 我已经说了这么多次 就是 在加拿大 是没得选学校的 是没得选学校的 它是跟你住的地方 来选学校的 因为它的重点 它是相信 每一间学校 都是好的 即是相信 就算那间学校不好 就要做到好它 不是应该是 就是不是应该说 那间学校不好 就要放弃它 所以变成 为什么会那么多人事调动 或者为什么校长会调动 就是可能有些校长 是适合某一些学校的 就调过去 然后就等它 去改变那间学校的校风 然后有些 有些老师 是适合某一类型的学生 就调过去 然后去改善那间学校的校风 所以变成 你可能去那间学校的时候 可能是 你心目中 可能觉得校风 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其实你不认为四年之后 或者五年之后 或者五年之后 那间学校会不会好 因为人是会改变的 所以变成了加拿大 仍然都可以跟格制选学校 但是如果你真是很想 譬如说 有时候听到家长这样说 我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如果你真是说 很想找一间学校 是可以真的 变成了学生的兴趣的话 那这件事就可以看 regional program 比如说有些regional program 是给一些 在某一方面的东西 是特别有兴趣的学生 是可以去报读的 但是你说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真的觉得 其实大家可以看回 每一间学校都是 就是 校风来说 你都是给一个公平一点的对待 会好一点 因为你难保 当时不好 不代表之后不好 究竟是怎样才可以做得到 做得好 如果你要记住 如果你要记住 不只是老师和校长 是影响学校的人 其实有很多都是包括家长 所以 怎样去令到校风更加好 才是更加重要 不是说我不喜欢 执避了他 好了 第四条问题 如果我真的想了解 那个校 原 我打错了原字 对不起 了解校园的风气 又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 我不会听 隔离什么 妈妈 说真的 我又没有去到 那个阶段 但是 我不会听 隔离的美太太 这个 爸爸 那个妈妈 说校园的风气 因为说真的 你又没有去过 那家学校 你不知道 因为所有东西 你都是由学生 那把口都听回来的 你自己未真真正正正 踏入过去的学校门口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校园的风气是怎样的 所以有时候 有很多都是以我传我 然后就说 那个说不好 那个说不好 然后传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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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来越不好 即是本身好的都传到不好 或者不好的都传到好 所以如果我真的想了解这个校园的风气 其实有很多的途径是可以了解的 第一就是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就难一些 但是很多 比如说 Elementary School 去到Middle School 或者Middle School 去到High School 其实最后那一年 其实已经有很多 我们所谓的Transition Program 比如说Middle School的那些老师 就会特意带一些Grade 5的学生 去他们的Middle School 然后High School的老师 又会特意去他们的Middle School 八年班、七年班的时候 就带他们去看他们的High School 其实这样是真的给到那些学生 真的可以看得到他们 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记得每一年 就是疫情之前 每一年Grade 7和Grade 8 来我一家学校的时候 我都会带着我那些Science的学生 去射水火箭 他们真的很开心 所以你这样才真真正正 可以感受到 那个校园的风气 是怎样的 而第二就是 有时候他们会开Open Day 尤其是十月的时候 大家其实 你不需要等到 你的小朋友是要 升班的时候 你才去看 例如说 你可以在Grade 7就可以去看 他反正都是Open Day 对不对 那你就去看 因为很多时候 Open Day的时候 学校都会叫学生去帮忙 做一下主持 然后摆一下餐位 之类那些 那你就真的跟那些学生说 又问一下他 你觉得那些学生 你觉得那些学生 其实他们都很诚实 他们都说 我给你听真真正是怎样的 譬如说 好像我自己的学生 他们都会说 其实我觉得这家学生 真的很难 读书真的很辛苦 我试过真的听到 他们这样跟Grade 7的学生说 然后看着他们 我就说 你是不是有点太诚实呢 所以去下Open Day 这些东西也是可以的 当然这些疫情不容许 对不对 第三 如果真的说 疫情不容许的情况之下 可以做些什么呢 可以去看下 学校的Twitter 因为大部分的学校 都有他们自己的 School Twitter 或者是他们的 School Newsletter 你就可以看一下 他们的 全部都是online的 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 Twitter 或者他们的School Newsletter 他们平时有些什么发生 或者是上課的时候 学些什么 他们很多老师都会 喜欢拍照 我就常常忘记拍照 但是你就真的可以看得到 他们在学校 仍然发生些什么事 很多这些因素 都会比你在其他人的 口中听回来 会更加好 但是你说 代不代表你 不信别人去说些什么 不代表 只不过是我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听别人说 你不会看得全面 所以你怎样才可以看得到 那么全面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包括听别人说 就可以看得更加全面 好了 然后你就说 作为家长 那我又可以做些什么 譬如说你已经进入了一间学校 那我又可以做些什么 才可以改善到这个校园的风气呢 因为如果你们听回问题一 问题一我会说 家长都可以影响到这个校园的风气 那怎么可以做呢 这个就是我经常都会说 这叫做 这叫做school council school council不是家长会 在香港就叫做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之类 那些 然后我以前都以为是parent council 但是school council 其实是by law 是每一间学校都要有的 即是法律上每一间学校都要有一个school council 而这个school council 里面一定要包括些什么人呢 就是一个是一个管理层的代表 譬如说校长或者副校长 大部分时间都是校长的 然后就会有一个 最少一个的老师代表 我自己都坐过在我一间学校的school council 然后就会有一个老师代表 然后就是有一堆的家长 即是多少都可以的 但是我试过九十几个家长 我都见过的 然后就会有学生的代表 还有如果那间学校 它是和一些其他机构有partnership 譬如说有些学校 他们可能是某些类型的移民的人比较多 譬如说非洲移民比较多 或者中国移民比较多 他们可能会和某些机构有些partnership 他们都会在那些机构里 他们会出来 可能发言 会加入school council 然后来听 都不一定的 然后譬如说有些就是可能 尤其是原住民社区 就会有一些原住民的leaders 来加入school council 都是欢迎的 所以school council是包括很多人的 但是最多就是家长 所以你可以加入school council 就有去发声的 然后每一个家长都有他们的equal opportunity 是可以去这个school council发声 而这个真的很重要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真的试过做 我有很多去过不同的学校 做school council的teacher representative 我试过有时候去开会 只有三个家长 其实我和校长 大家看我眼就说 其实我们学校这么多人 只有三个家长来 是不是代表其他家长不在意呢 还是想怎样呢 所以变成如果你想知道 校园方式是怎样的 如果你很想改变 或者令到学校去着重某些事情的话 那就加入school council 不用特意订阅的 你出现就可以了 即是开会那天你出现就可以了 除非你说你想选做school council主席 但是不然你就出现就可以了 非常之欢迎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语言是有障碍的 發个email和学校说 我是想来参加school council的 但是我英文不是那么流利 然后你可以安排这个interpreter 有时候他真的会安排interpreter 所以真的真的真的 我说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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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就是join school council please 好了 问题六 如果校风 好还是不好都好 会不会影响我的小朋友 入大学或在college 其实就不会的 大学不会说 你现在学校的校风不好 所以我不收你 不会的 因为在香港可能会有少少影响 比如说你 band 1 的学校 可能大学就会容易收你 或者college 特别容易收你 或者 band 3 的学校 他们就没那么容易收你 但在这里不是的 因为每一家学校 所有 band 1 2 3 我们所谓的 band 1 2 3的人 都会建立那间学校里面 所以变成了 他不会因为你的学校而不收 他怎么知道会不会是 建立那间学校 然后读书很厉害的人 因为所有人都是跟 post-to-code 你没得选择 他不会说因为你在国家学校 所以不收你 所以这件事是不会的 但是你说校风 会不会影响到学习的风气 那些 当然会有 但是仍然都是那句 学生和家长 老师 所有人都是有责任去改变 这个校园的风气 所以你觉得校风 是影响小朋友读书 那你就更加要加入 school council 去发声 下一个 问题7 其他学生 会不会带坏我的小朋友 这件事 我是不能写包单的 我不会说会或者不会的 那你就要看你的小朋友 认识什么人 你就算是一间校风很好的地方 都会认识不好的人 你或者是校风不好的 你都会认识好人 那你就会说机会率 这些 那 认识人这件事 就不是说机会率的 如果是说机会率的话 就很不一样 就不会那么多人 比如说找不到男朋友 找不到女朋友 那些二十多三十岁的人 是不是 不是说机会率的 有时候是真的夹还是不夹 所以 变成小朋友 认识朋友 这件事 就不会说校风好 还是不好 而真的会影响到他 即不会认识机会率 去认识什么人 但是 你就真的要教你的小朋友 是怎么去选由 不是说选 就是破选 是怎么去选择他自己的朋友 那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如果真的遇到一些 即是在困难的学生 或者是你心目中所谓的 大坏 我的小朋友的学生 他会不会伸出一个援手呢 那怎么去伸出这个援手呢 那这件事应该是我们 去教学生怎么做 不是去 就是说 计算机会是一定 计算机会计算的 是没得计算的 所以你问我其他学生 会不会回答我的小朋友 我回答不了这条问题 我真的回答不了 会 当然会 如果大家一起 不去想办法去改变的话 当然会 然后同一时间 也可以回答不会的 对不对 所以 这件事我回答不了 但是我只可以回答你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答案 好了 那学校呢 你就会计算学生 家长 那学校究竟是想做些什么 去改善这个校园的风气呢 其实在我刚才提到的 那条件里面 它有一个重点 就是叫做 reduce gap in student achievemen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加拿大我们不是去选择这个精英教育 我们不是做这个精英教育的 就是不是说你聪明 我们就只教你 你不聪明 我们就叫你放弃 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应该是 不应该做一个这么大的悬殊度 我们是应该去帮一些 就是可能读书没有那么聪明的学生 去更加去改变他的命运 帮他们去探索一个更多的成果 就是令到他们有一个 sense of achievement 就是令到他们觉得自己 自己是做到很多事情的 而是鼓励他们去做事情 因为如果他们本身 你所谓的坏 然后你再更加放弃他的话 他就会只会停留在这个阶段 不会有进步 所以我们就会更加去reduce 这个阶段 有时候校风不好 是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是 belong to that 地方 或者是他们觉得 校园没有接纳过他 这就是为什么 学校要说要安全 要接纳要尊重 就是因为 这些学生 这些边缘的学生 他不觉得自己被人接纳 他不觉得自己被人尊重 或者是他可能在校园外面 有很多事情是发生 而学校是 他觉得学校是帮不了他们 所以这些才是学校要做的事情 这些是很重要的 所以学校也是 放很多很多的心机 去鼓励这些学生 比如说有些 读书没有那么高 我都会鼓励他们 我说你做得到的 你做得到 你放学我帮你 我们一起看到他认识 你这个看书看不明白 不要紧 我给你一个视频 这些才可以改变 因为你帮到这个学生的时候 你自己帮到一个学生 其实整个风气就会改变了很多 我曾经有时候 有些学生走过来跟我聊天 就是说他们外面的问题 学校的问题 我们一直围着学校的田径 那个墙一路不停走 不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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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 只是跟他聊天 那一部分 我走了一万三步 这件事 真的 老师 学校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做这件事 而做这件事 真的能够 改变到这个校园的风气 所以 不要说老师不做事 校长不做事 真的有做事 但是 是否你们所想的做事 就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好了 今天 我就说这些这么多问题 因为不然就是超级长的了 但是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 校园的风气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想问我的话 都非常之欢迎大家 可以 DM我 或者留言 之类那些 但是 我自己 就很想收集多一些 关于校园的风气 然后可以做到第二个Q&A 然后 我自己再去 发展一个 再拍一条片 是专讲这个 校园欺凌的问题 但是 如果有其他的 特别的问题 想说的话 我都是会可以说的 当然 可以说的 不可以说得出街 就未必可以说的 但是 希望大家喜欢这条片 然后可以继续支持 但是最重要 都是subscribe 因为很多 我知道我大部分 看这条片的人 都未必是subscribe 所以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